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好周 今天我们来到了墨尔本的西南区Poin Cook 这个区域也是老朋友了,在这边卖了不少的房子 那我们今天这一套也是比较有趣的 它是四房两位一车位 占地是不大,250多平米,但性价比非常高 价格的话是59到61.5万 同样是达到了四个卧室 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年轻情侣 或者说是年轻夫妻带一个娃来居住 还是挺方便的,位置也很好 旁边就是绿地花园,非常的便利 并且上M1也挺近 周边也是有各种商业生活设施 下面我们就先去看一下房子 我们这个房子是四房两位单车库 不过门口还可以停一两 占地面积准确的说是256平米 室内面积也不算太大 差不多在140平米左右单层 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 房龄的话是在五六年 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新 Plan Cook这个区域其实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小区 那么我之前拍的房子包括卖掉的房子 主要是在沿湖湾Soulwater Coast比较多一点 那这一套它是在Apple Point Cook 也就是上库克脚 相对来讲离M1高速公路比较近 并且离Hobbs Crossing火车站也相对比较近一点 位置来讲还算是挺方便的 那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比较规整方正的户型 如大家所见 相对来讲呢性价比也比较高 我们的报价呢也相对比较实惠 价格的话呢是59到61万5 换言之的话在60万左右 大家呢可以参考下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空房了 是没有租客的 随时呢都可以拎包入住 房子的物况呢总体来讲 维持的也是相当不错 还是非常规整的 所以我觉得这套房子呢 特别适合本地的自住年轻人啊 或者呢就是一对年轻夫妻带一个娃的 那么四间房呢可以拿出来一间作为书房 还是比较合理的 房子本身的采光呢也是相当不错啊 挺敞亮的 那因为本身占地面积不大 所以后院的面积呢相对就比较小了 那么这样一方面呢 也相对比较好打理 也不是什么坏事 周边购物的话呢 有大型的Pacific Warabi啊 就是Warabi最大的购物中心 开车过去的话七八分钟 除此之外呢 还有Stockland Point Cook购物中心 开车的话更近一点 差不多六七分钟 所以生活呢也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这个房子啊我个人有预感 应该是会卖的比较快 因为呢他在Point Cook这个区域呢 相对来讲价格是真的比较实惠 其实对于入门级的年轻家庭呢 真的是挺合适的 我们看一下客厅这边呢 还有两道门 其中一道门呢就是通向车库的啊 单车库 另外一道门呢是通向洗衣房的啊 它是有一个独立的洗衣房 并且有另外一扇门 可以直接通到后院的 还是设计的比较贴心啊 后院呢基本上都铺了甲草皮 所以平时呢也不用怎么割草 属于打理比较方便的那种 OK那这套房拍到这呢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老样子说一句 如果您在澳洲墨尔本有一套房 想要最近考虑出售的话 欢迎随时私信和我联系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就差不多下期见了 拜拜